朋友们好,欢迎你来到安娜瑜伽馆。我是安娜。 今天我们会做一些瑜伽姿势,为了能进入到半莲花或者莲花座。 不要勉强你自己的身体,没有用。 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身体太近了,不能做到,没关系。 反复这个视频几次,并且我知道有一天你能做到。 让我们开始了。 我们要开始坐在地上。 背部停止,肩膀放松,闭上眼睛。 开始感受你的呼吸。 深深的吸气。 慢慢的呼吸。 放松你的面部的肌肉。 放松你的面部的肌肉。 可能就是停止你自己的身体。 或者做完了精进的练习。 四集,反复三次。 打开眼睛。 打开眼睛。 我们开始。 打开眼睛。 把你的右脚放到你的座大腿向。 如果你的右大腿向和地板有很多空间,你可以拿一条坦次。 放到你的膝盖下面。 好,背部停止。 吸气。 然后呼吸。 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向前折叠一点点。 感觉到你的腿的伸展。 。 能做多少? 做多少? 。 感受你的呼吸。 吸气的时候,腹部展开。 鼓起。 鼓起腹部收回。 然后慢慢的抬起。 我们要做另一条。 拿掉膛子。 交换。 注意你的腿不要放到你的膝盖上。 放到你的膝盖后面一点点。 。 然后。 膝盖放到。 左大腿向下面。 吸气。 脊椎提拉。 呼气。 向前。 折叠。 折叠。 你可能会感觉到你的左腿和右腿不一样。 有的人说他们的右腿比较紧。 或者左腿比较紧。 。 每个人不一样。 感受你的呼吸。 然后慢慢的抬起。 拿掉膛子。 。 我们要进入到桌面姿势。 手将放在地上。 手指尽量打开。 肚脐往后。 。 我们要做毛和牛的姿势。 吸气。 慢慢的长起腰。 头抬起。 呼气。 弯腰。 线绽量红被 увcies。 看下劲方不一样。 看下劲方不一样。 这正��的叫做瓶子。 力量的达音。 这是我们的意固。 你看下劲方不一样。 呼气。 这回合一个ledä 망。 还说作为目以外来。 在уетisuaran? 最后一次。 呼吸 然后回到坐面姿势 脚尖够 把你的两个手向前一点点 然后抬起你的膝盖 我们进入到沙腾室 可以弯曲膝盖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坐脚后跟放在地上 弯曲你的右膝盖 然后搅拳 臂部挺直 头放松 然后坐脚后跟放在地上 抬起你的右推 脚关节不要转动 保持原来的位置 吸气看前 右脚向前 绑到你的两个手中间 坐膝盖落地 大腿用力 找到你的平衡 慢慢的抬起身体 右脚沉在地上 左脚背 紧贴在地上 肚脐往后 肩膀放松 保持呼吸 然后慢慢的把你的双手 放在地上 把你的右脚往右边一点点 然后我们可以伸展我们的大腿与跨部多一点 背部挺直 胸部打开 眼睛看前 你可以抬起你的膝盖 没关系 都可以做 找到什么是让你感觉最好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前臂放在地上 保持呼吸 注意你的臂部 不要做一个大呼吸 不要做这个 要试一试 保持胸部打开 如果你觉得把你的银笔放在地上不舒服 你可以做这个动作 没关系 抬起身体 把你的手臂挺直 抬起你的膝盖 把你的右侧回到中间 然后右胶往后 我们进入到平板 然后下腿式 我们停留一下 花一点时间伸张你的腿 双手与双脚 要用一样的力量压在地上 然后 右肩后跟放在第三抬起 你的左腿 胯关节不要转动 吸气看前 坐 朝向前 放到两个手中间 膝盖落地 如果你的膝盖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拿一个膝盖放到膝盖下面 找到你的平衡 大腿用力 吸气抬起 腹部用力 感觉你的两个大腿压在一起 腿部用力 小腿和脚背 紧接在地上 然后 手放在地上 把你的 坐脚往左边 然后伸张你的 大腿和胯部多一点 可以抬起你的膝盖 把你的膝盖向前 往后 就湿一湿 可以把你的脚背 放在地上 保持呼吸 加油 然后 慢慢地抬起 胸肌 把你的坐脚回到中间 抬起 膝盖 坐脚往后 我们进入到 下腿室 你可以拉掉 腿子 把你的坐脚放在地上 抬起 右推 吸气 右推向前 把你的整个 右推放在地上 弯出膝盖 右大腿伤放在地上 左腿挺直 左腿挺直 注意你的胯部都放在地上 然后 慢慢地把你的身体向前 放松 放松 额头脚地 感受你的呼吸 感受你的右大腿伤的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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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深地吸气 慢慢地呼吸 然后慢慢地抬起身体 然后慢慢地抬起身体 好 我们要把手指藏在地上 慢慢地抬起身体 我们回到下腿式 有狗一点点 好 然后 又脚后跟 脚低抬起你的左推 吸气 吸气 左推向前 把整个左推 绑在地上 我们做隔磁石 好 吸气 然后呼气向前 折叠 放松 吸气 鞋石 吸气 吸气 气 嘻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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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开始抬起身体 这一次转动你的左腿向前 我们进入盘腿座了 我们要做树脚式 把你的两个脚装捧在一起打开膝盖 四肢向后围绕两个脚 吸气,脊椎提拉 呼气 试试把你的大腿往后转动一点点 两个腿用力 如果你要调整自己 你可以把你的身体向前一点点 感觉到你的顾盆的伸张 跨步的伸张 慢慢地回到原来的位置 慢慢地回到原来的位置 要换包你的右腿 然后折返你的右夸关节 往右边,左边 这个动作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 但是对你的夸关节非常好 好 然后我们要试一试 如果你的脚和根能碰到你的肚脂 可以的话 对,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话 没关系 就反复这个视频几次 但是不要进入到拌莲花 好 那如果你的脚和根能碰到你的肚脂 你可以把你的脚反到你的夸关节 脚要用力,不要放松 好 如果你的膝盖有爽痛 有痛痛的话 不要做 放松 好 不要绵长自己 瑜伽是关于自爱与自悦 如果你能做 斑莲花或者莲花座 没有 没有意思啊 是不是 就是对你自己的挑战 保持呼吸 注意你的两个坐骨放在地上 闭上眼睛 感受你的呼吸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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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做另外一条 慢慢的松开 好 好 我们要做 左推 缓包 你的左小推 左方 右边 左边 左边 右边 你的背不是挺直 不要 躲背 这个不太好 是不是 但是我们常常做 可能没有推 但是做这个东西 是不是 好 试一试 脚和根 能碰到你的肚脐吗 如果可以的话 把你的坐脚用力 左推用力 然后放到你的肛管脊 背部挺直 双手放在膝盖上 抵上眼睛 如果你的膝盖有痛的话 轻松开 轻松你自己的身体 打开眼睛 我们要进入莲花座 如果你觉得做半莲花座非常容易 你可以试一试做这个动作 但是如果你觉得做半莲花座有点难 有点不舒服 膝盖会痛的话 请不要做这个动作 这个非常重要 注意你的左脚放在你的胯关节 然后慢慢的把你的右脚放到你的左胯关节 两个腿用力一点点 鼻部挺直 腹部用力 肩膀放松 闭上眼睛 感受你的呼吸 打开眼睛 慢慢的松开 右腿放在地上 然后你的左腿 回到胖腿做 好 谢谢你给我练习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每个星期三有新的视频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